大家好,我是虎妞 中国拥有两个造船行业的巨无霸 他们就是从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拆分出来的中船重工和中船集团 在业内,这两家企业分别被称为南船和北船 然而仅仅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 这两家企业均成为了行业巨头 资产规模超过千亿 而且各自研发出了自己的核心技术 从军舰到特型船只,没有中国造不出来的 就连昔日造船业的霸主日韩 也没办法从这两个巨兽的嘴里抢食 只有在这两家企业的造船订单宝盒 造船厂满负荷运转 他们才有机会从中国的嘴边捡来一些残缸冷制 不过对于外国人来说,这还不是最绝望的 因为他们还有机会 如果能集结一些企业的力量 还是可以看看对付南北船中的一家 当初,韩国人就是在绝望的时刻 由官方和大财团出面 统合了韩国所有实力 总算是从北船手中抢了一批订单回来 这才让韩国造船企业没有彻底倒闭 但是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这最后一点希望也要没了 中国传播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中国传播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于上月底正式实施联合重组 当年分家了两兄弟 现在决定重归于好 兄弟逆于强而外于欺辱 竟然被一个小小的韩国抢了订单 这种事情不能忍啊 11月16日,新中船正式挂牌成立 中国神船终于回来了 此次重组后挂牌成立的 中国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集团 拥有五国最大的造修船基地 具备最完整的传播及配套产品研发能力 最重要的是 手里还有超过7900亿的资金 以及大量技术、科研所、分公司 无论是船只开发能力还是建造能力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新中船相比 是的,没有一个国家 而不是没有一个企业 新的中船将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军舰生产 维修、保养基地 无论是神盾还是航母 也不管是大区还是潜艇 人家都能玩得转 最重要的是 这次合并重组后 整个产业将被重组组合 南北船之间 为了争夺订单而产生的重复建设和船只技术矛盾 将会得到解决 此后 中国所有的舰船制造能力 将会被彻底统合起来 可以说 统合后的重船 将是一个无人敢侧目的超级怪兽 可以以一己之力 同时完成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船只生产需求 未来 海上所有行情的船只 都将被打上一个大大的Made in China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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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